噢 嚇到冰雹 叮叮咚咚如花生粒般大小的冰雹 从天而降狂砸 小兵力夹宅在风雨中落地 鱼铃虎尾罕见吓起冰雹 持续数分钟 有民众开车才把车停在家门口 突然天黑一边 声音跟平常的下雨声音不大一样 就是好像有东西一直往下砸 砸到你的车子 那最后听到蹦的那一声 我自己也吓到了 她说冰雹打在身上很痛 当时女儿正在车上 她怕车窗破裂巡视了一圈 经见爱车边角处 半斤最后最坚固的地方凹了一块 不禁猜想若不小心砸到头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有一块冰块在那一边 快溶解 打到的时候在上面 旁边很多小碎冰 这么大颗啊 很恐怖哦 这个冰雹都打在这个屋顶上 然后上面的田屑都掉下了 意外成为天灾 受害者男子直呼倒霉 保险业者指出原则上 天灾不会理赔 天灾的这种损失是属于 车险的除外条款之一 可是如果我们车险里面有 保到台风洪水险 这个附加条款的话 其实它可以针对天灾 像是台风啊地震 或是洪水的台啸 或是冰雹 这几点去下去做理赔 男子说长这么大 第一次碰到下冰雹 幸好没有打伤人 没事就好 车子损伤不会去追究 307部六月的云林报导 谢谢大家